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人际关系 我觉得从小的原生家庭是独生女 然后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不太会知道怎么跟平辈的人相处 我很习惯跟长辈相处 我从小家里就只有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然后连我的表哥表姐生的小孩 也许年纪都比我大 所以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跟他们相处 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 一直对自己可以算是没有自信的一块 所以等我已经开始出来工作 然后要靠自己接近群体的时候 包含读书的时候 我都会对于跟同才之间的关系 显得很小心翼翼 我会想要成就大群体 但选择忘记自己 那个过程在读书的过程我是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朋友了 再也不是一个人回家就只有长辈 可以跟你聊天分享 的人都只有烧长的人 没有那种同才跟你一起喜怒哀乐 讲一些垃圾话的朋友 所以到学校的时候 我开始有这些朋友 我很快乐 但渐渐的在20岁之后 我觉得那我自己是谁 为什么我都要迎合别人 那我的时候 我开始渐渐反思 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渐渐的我发现 我不一样了 我好像越变越安静 因为我享受跟自己相处的时光 我享受 说说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 不用再害怕 因为拒绝别人 或者是害怕跟别人说 我不喜欢这样 而会少了一个朋友 不能说是挫折 应该是说 选择 这是一种选择 选择成全群体 然后选择 不要做选择 以大局为重 那时候会有潜在的一些想法 是觉得反正自己年轻 什么事情都可以试试看 没问题啊 不用急着做选择 他做出选择会落入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框架 也许把选择权交出来 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 会更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想要什么 反而会比较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会敢说不跟我想要什么 我觉得这是这几年对于我自己来说 很大的转变跟成长 然后这个心境上面的转变让我自己觉得我变踏实了 而且觉得我自己更快乐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觉得我身边的人更多元化了 他们好像会说他们更懂我了 以前有可能不敢去表现自己真正的自己 所以呈现出来可能就是百分之六十 六十五 看起来很合格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样子 没有自己的样貌 我就只想要当一个正常人 这跟我现在在看的书很像 我只想当一个正常人 如果我不是正常人 我会不会大家不想跟我当朋友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你要勇于长出自己的样子 别人才会更想跟你当朋友 整个大方向来说好像 在我之前的 逻辑里面 很多事情都不想出错 所以 会自卑就觉得 因为不想出错 所以显得很保守 然后会觉得 自己凡事一定都不如人 因为你在你的工作产业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很有创造力的人 很多对于你想追求的事情 他是姓首年来的 他不需要学习 那就是内建在他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个模式 的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明明身处在同一个产业 但我们却那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跟个性实然 就是我是一个很稳定的个性 我是天生就是土象星座 凡事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想要学习 你想要得到一个技能 就必须要很努力的学习 但是那个学习是很缓慢的 而且很固定的 就像我小时候读书 我会觉得明天要考试 我今天一定要读完 就算我读不进去 我看一次我都要看完 我不会像班上那种 又爱玩又会读书的朋友 我们完全就是完全不同类型 的时候我就会羡慕别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产生自卑感 跟不知道自己是谁 跟觉得 那既然我不如人 我先不要说话好 久而久之在群体里面 就会是成为那个最安静 最不敢发表 凡事什么都好 显得最随和 最好相处的人 但有时候其实是 自己不敢做决定 我觉得他变小部分了 但是他还存在在我的身体里面 可是我觉得时间到了 必须要靠自己去做一些改变 然后要让自己成长茁壮 其实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独特 为什么我一定要当一个正常人 我跟别人不一样又怎么样 但他是我啊 我为什么要当那个 百分之九十的正常人 我想要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想清楚这点之后 我觉得我更快乐 然后对于很多事情更勇敢 也不怕出错 反正先试了再说 不是我永远不知道 反而我活在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全感里面 但其实光阴就被我这么蹉跎掉了 我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对于我看到剧本角色的诠释 我渐渐拿掉我自己为自己设下的门槛 对于人的那种道德观 放得更宽松 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正义魔人 很多事情非黑即白 我讨厌他 我就觉得天啊 怎么可以这样 但我爱他我就觉得 只看到他好的一面 但是我现在不是正义魔人了 我觉得每个人会做出什么决定 都有他的道理 然后我很享受 看到大家的那个灰色地带 看到大家在不同的人面前 不同状态的改变 现在时间可能很晚了 不知道你们今天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相处 跟自己说声谢谢 我希望每个人的每一天 都过得很充实 都过得更爱自己一点 晚安 希望好好睡了一觉 明天又是一个更完美的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